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访红建筑这个词啊 因为带众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是做建筑行业的 就是可能这个建筑师们一听的这个词 可能都是有点很复杂的一个心态 我感觉可能是 就是好像又有点羡慕 但又有点看不起是吧 就好像有这么一种感觉 因为我们不只关注建筑 我们还很关注是城市问题 所以其实更多的关注城市问题 所以我们也会发现在近两年 其实就是特别明显的 就是这几年大城市的问题 越来越成为一个问题 在这样两三年里面 这个建筑越来越进入了大众的话语 那么有一个问题就是 那么这个建筑如果是一个 它是个内容还是一个代题 这个我一直在想 就是真正进入这个大众话语的 被大众所讨论的是什么东西 大家好 我是一名设计师 然后所来自这个机构叫基督会 我们是做这关于建筑和城市的这种 研究和图解 然后把它传播出去的 做公众传播的这么一个机构 就很早就开始做类似的尝试 就是在2012年的时候 当然还在大学读本科 已经在开始搭建第一架建筑和公众之间的一个桥梁 就是这么北京最顶尖的一些高中 比如北京四中 比如北京实验中学 比如清华附中 我们把课程 高中的这个建筑课程开到这些学校 去做了这么一些事 所以这可能是最早的一些尝试 而做这个工作的过程中 其实就因为知道的人也越来越多 所以就开始有了一些其他的一些尝试 就比如有出版社 比如出版社就找到我们 就是说能不能做这个 关于建筑和城市的这种书籍 课程我们也明显感觉到了这件事的局限性 我们当然想象与大众更多的来交流 什么是建筑 什么是城市 城市如何运转等等 这些话题都很感兴趣 但是一个课一个课的什么去上 虚然还是太慢了 每个课堂上可能只有20来人 它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手众 那么出版至少对我们来说 当时看起来是更大的一个传播的一个渠道 所以在2016年 从2014年开始做吧 做了这本书叫《京城会人来车网》 就是用了一本信息图的书 就是整本书都是信息图 然后用它来剖析了北京的交通方面的很多的事情 这其实也是我们地图会这个工作室的第一个作品 从这开始以后我们就正式踏上了 就是这种以信息图为媒介 与大众来沟通 什么是建筑 什么是城市的这么一回事 所以后来就有了地图会这个工作室 作为一个工作室 也不能只做这些项目 只做这些看似自娱自乐的一些项目 还是要有一些业务 2016年就回到北京 正式全职的投入干这个事 然后也迎来了我们的第一个委托项目 就是做信息设计的这么一个项目 当然这个甲方比较的奇特 它是时尚先生 是这么一个时尚杂志 但是为什么时尚先生杂志会找我们做呢 可以看到这一期2017年2月刊 它左下角就是它的最重要的整个专题 它讲的是中国尊 咱们知道中国尊的真正突破400米 也就是说真正成为北京第一高楼 是在2016年突破了国防三期 所以在那一年的老百姓 全都看见楼越来越高了 所以它还成了一个社会事件 所以当时也是跟美女时尚编辑一块去采访 比如奥亚娜的总工程师 比如一块去跟整个时尚团队 一块去400多米的工地顶上一块去看 感觉都很有意思的体验 但是最后呢 当然是他们的编辑和记者会来写些文章 我们的团队呢 其实做类似的这样些团 就比如会梳理一下北京的这些高楼啊 以及这个高度是怎么界定或者什么的 那更重要的一个是我们梳理它的建造过程 这个其实更更应和一些 总之呢就是我们的团队 其实负责做了这么一些内容 但是最后整个内容也推到了 无论是纸刊还是公众号 而前阵呢 又跟这个时尚先生的主编又聊了一次 他说这篇文章直到现在 仍然是时尚先生公众号上阅读量最高的文章之一 所以我也特别的特别自豪 其实在之前在美国待了那么几年 其实对国内的无论是建筑行业 还是说整个舆论的这个氛围 并不是特别的了解 但是一回来以后 我就觉得突然间 就是跟我在出国之前呢 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就是我感觉好像建筑成了一个 已经进入了公众话题的这么一种感觉 各种各样的 以暴改为这个卖点 就是有的可能稍微的知名一些 有的可能没那么知名 但我们就想 我一直在思考这是为什么 比如 我觉得可能一些原因就是设计 会越来越受到重视 经由这个移动互联网所传播出来 某种美学深入人心 这其实也是在移动程度上 说明我们确实是对美 对生活美学越来越重视 另外一方面呢 因为我们不只关注建筑 我们还很关注是城市问题 所以 其实更多的关注城市问题 所以我们也会发现在近两年 其实就是特别明显的就是这几年 大城市的问题 越来越成为一个问题 所以就举几个小例子 就是我们是怎么被卷进去的 比如在2017年 大家肯定在北京 或者在上海 都会知道这么一个背景 就是讲这个 叫这个封城堵洞 没有太听出过这个词 但你肯定知道 比如在那里头当街没有 比如放家胡同没有 什么的 所以就会在那两年 会发现大量的这种 这种底商或者小商铺 什么的 一夜之间被封掉 这种情况 北京一样 上海也一样 所以当时呢 就有很多的媒体去探讨这个话题 当然我们被转入洪流了嘛 所以我们也作为一个 做这个城市方面研究的 这么一个团队 我们也做了一些内容 这可能在很 大家在很多渠道 都可以看见这个东西 就再放一次 其实就是我们用 我们自己的一个形式 用了一个更 希望用一个 从一个更长的一个历史 背景下去看 什么是封城堵洞 为什么封城堵洞 因为这个墙 一开始是什么样 后来70年代是什么样 80年代是什么样 90年代 比如慢慢开放 然后呢 再到之后的 无论是世纪之交 深澳的时候 还是说最近多少年 又把它又封上了 什么的情况 其实就是 这是我们交出的一个回答 就是对于这个事件 比如最近的一个重大事件 北京大型新机场 这个开了 这肯定是正门事件 所以我们也做了一个内容 可能大家也可能也 前阵子的朋友圈里 也看到 看到这么一个内容 我们就讲这个 北京首都机场 大型机场 做一些比较 这两个机场 好在哪 不好在哪 基本上就 其实这几个例子 都可以体现出我们的 在这个 刚才我所说的 在这个 城市发展 或者城市建设 面对这么一个 比较很 看起来很热闹的 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时代和现象 我们也会想去做一点总结 所以做了这么一个 比较冷门的一个项目 就是我们想研究一下 北京的网红建筑 网红建筑这个词啊 因为大众 我不知道大家 有多少是做建筑行业的 就是可能这个 建筑师们一听这个词 可能都是有点 很复杂的一些心态 我感觉可能是 就是 好像又有点羡慕 但又有点看不起 是吧 就好像有这么一种感觉 所以我们在做的这个过程 过程中啊 就其实就是希望 用一个比较客观的一种方式 就是我们统计了这些建筑 在微信公众号上的阅读量 就是这么一个 非常简单的这么一个指标 我们觉得也是相对客观的一个指标 来评出了北京前50名的这个网红建筑 当然我们除此以外呢 除了一个排名之外 也分析了点他们的一些指标 一些其他方面的特征 你基本可以理解为 对建筑师来说 就是你怎么着 可以更快的做出网红建筑 你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更有可能做出网红建筑 而在我们做这个项目的时候 其实很明显能感觉到 刚才我跟大家所描述的那种感受 建筑师可能都不太会 愿意被叫做网红建筑师 那么在一定程度上 我觉得就表现出 就是说 我们并不是一味的 就建筑师群体 可能真的没有想一味的 去拥有大众 好像没有这么一个想法 就回到一开始那个话题 就是建筑和大众的这个关系 我们可能都希望自己的建筑 被更好的使用 或者怎么样 但我们好像并不是特别希望 被盖上一个网红的这么一个tag 是吧 我觉得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 很有意思的这么一种心理 那么不说建筑师 这个群体 我们说建筑这件事 那么刚才说到 我发现在这样两三年里面 这个建筑 越来越进入了大众的话语 那么 有一个问题就是 那么这个建筑 如果是一个 它是一个内容 还是一个代替 这个我一直在想 就是真正进入这个大众话语的 被大众所讨论的是什么东西 我们在三年前给石上先生做完那期中国尊之后 去年年底 因为他真的确实是初步运营了 他基本上算是进攻了 所以我们呢 自己做了一个特别硬核的 关于中国尊的一个项目 把之前你们看到的那个拆解为八部 如何八部建成中国尊那么一个图 变成了一个更复杂的这么一个图 那么这个很显然 这个图的这个内容它的传播组能想象到 就其实是非常的非常一般 那为什么中国尊在石上先生那篇的 他这个就达到了他们 是吧达到了他们这个整个公众号 可能最好的一些这个内容之一呢 那我们这个就不成了 那么这就回到了刚才我所说的 这个建筑是那个内容本身 还是一个代替 那么在石上先生那篇文章里很明显 就我认为可能这个楼它只是一个代替 它里边所讲述的是什么 讲述的不是一个楼 还是讲述的是那些 参与这个楼的建造的人的故事 他讲的仍然是故事 我们并没有在听这个楼是怎么的 是怎么的事 我们这里讲的可是 哪个塔吊是什么型号 它能吊多少吨子 他讲的是这个 这个是非常科普的一个东西 但似乎确实是 没有太多人关注这个楼子 他关注的更还是那些小哥的故事 这个甲方的故事 可能更关注甲方的故事 背后的一些什么的 比如这个诸如此类的 这些人的故事 才是这里边真正所体现出来的 而这个故事 什么最能体现这个故事 可能一个东西 比如电影真神剧 所以正好想到去年 还是前年 就是跟一个编剧聊到 他们正在策划 就是做建筑师为主角的网红剧 基本上就策划这么一个 但他们就觉得很难 因为你们这个建筑师群体 这个生活的冲突太少了 就没有什么戏剧性 所以当时他们给我的方案 就是说想要我们来参谋参谋 所以描述了一下这个大概一个剧情 所以一听就跟这个职业确实没有任何关系 它的冲突仍然存在于男主A跟女主B之间的感情故事 跟那个职业本身确实没什么关系 就是战筑师这个群体一直不为大众所了解 好像就像这样一样 是吧 展开一个图纸 这些都很帅很英俊 好像都是那样 但是实际上是什么样呢 大家不知道 但是我就一直在想这个事情 首先就是要不要让大家知道 这是一件事啊 我就不探讨 如果一定要让大家知道 那么应该是谁让大家知道 是我们让大家知道 是我们自己去做一些事情 比如帝都会在做一些事情 是不是应该是我们来做一些事情 还是期待着 比如像一个 乐队的夏天这样的一个东西出现 比如像一个建筑师的冬天 这样一个节目出现 然后真正的 因为我们也知道 乐队的夏天这个节目 可能会对摇滚这个 本来可能是一个比较小众文化的一个东西 如何的被爆发出去 是吧 我们是不是也需要这么一个东西 还能够让我们被大众所了解呢 所以这其实也是 我没想明白的话题 可能是今天我们一会可以讨论的话题 就要感谢大家